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抗治本的第二十三条 它的条文是这样的 发汗若下之后 仿无行者 虚眼 少药干草 复制汤组织 当热者 食眼 鱼调味成其汤 下面就是两个方的 具体的药物 少药三粮 干草三粮 复制一枚泡 一个是大黄四粮 九血 干草三粮 至盲销半斤 在煎法上 它要求盲销 要更煮 就是整个药煎好了以后 扎去掉 再把盲销放进去 放进去还再煮 煮不要煮得太久 两副大概总是一分钟左右 凳斧 这个凳斧就是只一次喝掉 我们吃饭不是这样一顿吗 一顿饭两顿饭 这样的意思 文字上好像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是呢 食尼为朗的是什么呢 它主要呢 是这个反沃行这个反字 怎么意思 反沃行以后提到的虚 是进入了一种三阴病啊 或者是怎么样 再一个呢 反沃行就用这个方子嘛 即使是虚的 就是有四个虚症 反沃行 用的方子多得很 真五汤啊 副子汤啊 这些都可以用 为什么做门 是要共产副子汤呢 这是一个疑问 下面也一样 当热者食言 意思说这个病 向两个方向发展 热化 热化以后呢 这个就是食症 食症呢 与调味陈其汤 它也没有讲 调味陈其汤 它的治疗对象 它的方症 它没有讲 而是在一种呢 病激病因上打圈 那我们这里呢 就要怎么去体会 所以对于上海六的研究呢 有一种就是 从这个方 它这个药 这里出发 因为药方 基本上都已经有 比较固定的一个方症的 好像少药干草 我们已经学过 它主要呢 是腹痛 腹痛之子紧 脚得非常经软 整个人呢 是处于一种虚的状态 但是腹痛之子紧的 现在加一个腹脂 那我们知道 这个腹脂呢 就是治疗 脉细 卧行 精神差 这样一种状态 这个呢 我们就把这个方式呢 就会理解 下面也一样 你说热 就是食 食也可以 食呢 是一个相比较来讲的 白腐汤 和调味生气汤 比起来 调味生气汤 当然是食 但是白腐汤呢 和我们讲的其他的 食验汤比起来 那就完全不一样 是吧 所以它也是食的了 这样相比较而存在 所以这个调味生气汤 它没有讲调味生气汤 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这些呢 其实应该在 阳明篇里面 慢慢地仔细讲 这里呢 只不过是一种呢 说说而已 就是说说这个事情 本来讲 趋于食症的话 就是热化症的话 有两类 一般 也可能是白腐汤 也可能是 成气汤 你为什么不是 小成气 大成气 你为什么就是 调味生气汤呢 它意思 所以也不是 这么食指 这里呢 它所以不是呢 直怎么治 所以整个调味 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辩证 你看了以后就知道 是一种叙述 一个病情过程中 大致的分类 这样我们就清楚了 同时呢 也介绍了这个方 这个方呢 由于前面已经讲过 烧药干草汤 负质的性能 前面也讲了 所以呢 它就是呢 要我们自己去理解 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先 简单地 从这个条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 这么多的明糖 也就是说 它不是指 哪个症 具体的是 少药干草腹脂糖 也不是指 哪个症 具体的 哪几个 明床的脉症 表现 是调味成气糖 而是讲 在这个发汗过程中 出现 一种偏差 太过 或者不急 就引起了病险 陷入阴症啊 或者这个病险呢 演变为 阳明的理症 是讲 这样一种状态 这样的话 大家想一想 我们前面 好像也已经 讲过 类似的情况 大家先在脑子里面 记住 我们前面条文里面 有类似这样的条文 你去想一想 以后我们再 接下去讲 福西书老师 对这个 反乌寒 和少药干草 腹脂糖呢 他讲的呢 很到位的 现在呢 我把他的东西 介绍给大家看看 他说 如果发汗 爽失了体液 体液爽失了 汗也发了 但是病不好 病要是好了 那就没事了嘛 就不会乌寒了嘛 表证是乌寒的嘛 但是现在呢 还没有好 所以反倒乌寒 反乌寒里面 他认为 有加一个字 反倒乌寒 反倒是乌寒了 而且这个反倒的 增加乌寒 还带有一种 不仅是原来的 表证的乌寒 那个样子 现在的乌寒 程度加剧了 所以反乌寒 有这样两种意思 一个是反倒乌寒 一个增加乌寒 他从前呢 太阳病的乌寒 没有这么厉害 反倒乌寒 加剩 那就说明什么呢 他说明这个病啊 是有阳若阴了 那么现在什么症状呢 就是患者呢 他一定是出现了 四肢聚戒 或者呢 腹部的腹子肌 聚戒疼痛 所以接下去才是 少药干草腹子糖 也就是说用后面的方 去反证前面的症状 要不然的话 怎么会用这个药啊 这句话就是反证了 前头咱们已经讲过 少药干草糖 少药干草糖是治疗脚软结的 少药它有育阴的作用 也就是说 福西书老师他认为呢 少药是补阴的 由于筋液虚而软结 所以最终的软结 包括脚的软结也好 腹部的软结也好 腹部的软结也好 腹部的脂颈章也好 这是筋液虚 筋液虚嘛 我们就才知道 本身就是一个阴症了吧 同时再无行的话呢 那就是了 少药干草腹子糖症了 除了少药干草糖的 由于阴虚造成的肌肉的 筋卵以外呢 还有强力的无行 那就构成了少药干草腹子糖症 所以这么一段话 基本上把这句条文呢 意思已经讲清楚了 这里我们就讲到 我们前面提到 这个条文最重要的 讲一个虚怎么样 一个食怎么样 一个热怎么样 一个行怎么样 行和热呢 它主要呢 是作为虚舍的 一个表现来讲的 重点还是讲虚舍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临床第一步 病人来 就要争行呢 虚舍的辩证 虚舍辩证是方向性的辩证 它给我们下面的 整个方症啊 选择呢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指路明灯 不然的话你方向就错了 所以虚舍的辩证 极为重要 长泽元夫 日本现代的 一个金方家 是研究 康治本商行论的 最重要的 一个研究者 他在康治本商行论 研究这本书里面 他就呢 把虚舍呢 画了一个表 我这里一个图啊 就是他自己情别画的 他虚这方面 一个实这方面 分两个方面 从中医学这个角度来看 用体力这个角度来看 从人的生命力这个角度来看 分三个方面 争行对比 虚这个方面呢 是怎么呢 人体的正气不足 这个就是我们 传统的中医学的 一种说法 人体的正气不足 这就是虚 实呢 就是并邪康胜 所以大家还记得吧 内经的一句话 就是呢 人的精气虚 这多 邪气胜 这实 就这样的意思 邪气胜呢 就是实 正气不足呢 就是虚 这种说法 就是说 一帮传统中医学的说法 这个说法呢 后面呢 他从体质方面来讲 虚弱的体质 一帮大部分都是虚的 那怎么表现出来呢 我们经方主要是讲 具体的脉症 那就是说 他一帮虚的话呢 就表现为呢 形色形态都是虚的 脉相是虚的 腹症是虚的 这样就表现了 他那种虚弱的体质 那实的呢 个人呢 强壮的体质 生命力这方面 主要是抗病力的样式 虚症呢 自然的治愈力 也就是抗病力比较虚法 实证呢 是自然的治愈力 比较充实 这个呢 是一种对这个虚拾的 一种概念的理解 对我们来讲呢 做一个精方医生 第一步我们要诊断 是不是虚 首先去否定虚 或者肯定虚 肯定了以后 下面就是一步一步来了 这个呢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知道 他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我认为 另一种说法 也是非常重要 从治疗的角度来看 虚症病人 人的治愈力很差 体能又很差 基本没有抗病的本钱了 整个病态呢 就出于一种呢 体能呢 给病控制住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治病 目标就是全力一赴 去复证 至于病怎么样 我们就不管了 即使是 正气是虚的 人体整个是虚的 但是邪气还是实的呢 我们也不管 我们一般在这样情况下呢 就要全力以赴的 先附证 把那个抗病呢 就放在一边了 所以我们把三阴病 分得那么仔细 我们认为必要性不大 只要知道的是一个虚 我们就可以用它 到底是阴虚啊 阳虚啊 阴阳病虚 这里入手就够了 因为它不向前面 还需要知道病 跟人怎么斗 阴虚历导 进行治疗 这里病即使很厉害 我们也不管了 也没办法管了 附证是第一步 也就是基本的一步了 等到附证 体能恢复了 转化为一种实证了 那个我们才考虑 怎么阴虚历导 这里即使 你想阴虚历导 反而会加重病情 这个是最重要的 第二我们要知道 对于实证 我们要想法治法 怎么是它汗 怎么是它从哪里 被写去一个出路 到底汗啊 吐啊 蟹啊 最被动的就是合法 就利尿 这三个路 而作为虚证 根本都不能考虑 所以它这个虚神呢 强者义父就抓住了这一点 就说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条文 要把一种从现实的方正辩证里面 先把自己呢 要站得高一点 看看 总的方向怎么样 这就是说 整理这个三行论的人 已经逐渐的 把一种呢 这种虚实的理论啊 带到这个三行论里面去了 这样讲呢 我们觉得还是 感到比较秋相一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一样 通过一样的这个条文 真心理解 特别是对 少药干草父子汤 这个具体的方 它虽然是举例 行得厉害吗 就用少药干草父子汤 它是举个例子 其实这个方向下 有很多很多的方症 但是他讲到了这个方症呢 在临床的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看看 临床的反应和临床的使用 更加丰富国才 更加多面 这是随之化一样 这个医生的一样 他主要是大汉以后 尾汗非常怕冷 姓张的 是个男性 四十岁 他是呢 八六年的时候 八月份受症 当时正好很热 病人呢 起来的时候是后裔加生 非常怕冷 夏天你看 穿棉袄 穿棉袄还不算 还打寒胀 他自己讲呢 因为天热 穿凉 夜里嘛 在树下 过夜 早晨起来的时候 就感到怕冷得很头痛 又生痛 鼻孔啊 流鼻涕 自己认为这个是感冒了 自己去买APC 三匹 三片量好像太大了 吃下来 半个小时以后 大汉凌厉 很长久很长久 才止住 记住这里已经止住了 这个酒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临床上 水狼大汉凌厉 现在止住了没有 止住了 这个酒是 过去是大汉凌厉 没止住 这个大汉凌厉 就是现在死 也就是经验 还在流失 这个非常重要啊 这个人已经止住了 因此呢 气短冷黏 状态发力 微寒 怕冷 卷物在那里 只向棉壁盖起来 动一动 这有汗 他出汗 是由于动了以后再出汗 不动不出汗 不是自举的自汗 这个也非常重要 半个月还没有好 现在呢 射头是红的 这点非常重要 射太是白的 卖相是层齿无力的 他说这个是大汉以后 伤阴 浩阳 所造成的 所以治疗呢 他既要补阴又要补阳 用的药 少药是二克 自甘草十克 负质是五克 负质的量很大 你看这里 负质的量是超过少药 肝草算它中性 负质是热性 少药是良性 一个补阴的量少一点 补阳的量大一点 是这样一种状态 吃两天 四肢就转暖和 动一动就出汗的这个汗处就停止了 人体就好了 这个病例 大家仔细看看 他没有讲到 福智这么紧张 没有 帕冷他叙售的很厉害 卖相也是很明显的 卖相 磁脉无力 这些叙售的都是阳虚 你看精神疲倦啊 卖相无力啊 就像我们讲的 少阴病的提纲症一样 卖威西打罗默 是差不多的意思 这里有帕冷那么厉害 但是呢 有一点显示了 他是有阴虚的 大家看看 应该是哪一点啊 就是那个石头很红 再说我们想想也知道 他大量的出汗 以后才止住的 经验大量流失 现在水狼表现 总体上看去都是阳虚 其实已经有一部分 阴虚潜伏在里面 在石头上表现出来 所以用少药干草复制汤 他这个辩证的这种思路啊 他有一半是根据呢 方正辩证 对于少药干草汤的这个症呢 不是很明显 他痛苦推理 当然中医的路道是千变万化的 这样当然也可以 所以这个病例呢 它有一定的意义 我们把这个病案呢 分析一下 发汗 是一种皮肤排水治疗 外港太阳病的常法 这个方法可能就很早很早了 在没有药物之前可能就有 因为人有的生病的时候 自己出汗 汗出来就好了 所以没有药之前 有时候靠谱 汗出来有的也好了 但是呢 也非常危险 在上汗内里面 很多这个靠谱退热 以后出现表热 向里边走的 表热上阴的 这个非常多 总之还没有药物之前 人们已经知道这种方法 可以治病 但是也可能搞不好掉 所以后来有了药物以后呢 汗透下呢 这个汗还是第一位的 所以汗呢 是一个最早的 最古老的一种疗法 也是最有用的一种疗法 但是也是有时候 最危险的一种汗法 但是呢 假如你汗不得法 往往会发生塌变 前面这个病例呢 发汗过多 伤阳 浩阴 气短 懒年 倦态法力 微行怕冷 眷物 玉璧 那像层齿五粒 等 这些是阳虚 色头红是阴虚 因此呢 他用少药甘草汤 加妇子的 这个少药甘草 妇子汤的 妇阳一阴 旧物 方正是对应的 所以有效 这里呢 缺的是什么呢 缺的就是少药甘草汤 他那个具体的 我们讲的这种 疼痛的感觉啊 或者腹脂 软节的感觉 他没有摸 他没有摸 我们可以推测 这个人 假如少药甘草汤 治好的话 假如是腹症的话呢 一般会怎么样子呢 他的腹症啊 一般讲呢 他那个腹脂呢 是筋软的 因为应虚 正义不足 造成肌肉的瘦 所筋软 还有呢 整个腹脂的淡粒呢 应该是低下的 低下才是一个虚症啊 这个呢 我们应该有数 也就是说 首先要知道 少药甘草汤的腹症 然后呢 我们知道腹脂呢 它腹症 主要是腹不软 少药甘草汤也是软 但是腹脂更软 一个是阴虚 一个是阳虚 它虚症 都是软的 他整了少药甘草汤 表面上默契有点紧张 但是很薄 下面这压区呢 就是松软的 这个也是 总的讲是一个虚的 一种现象 但是两侧的腹脂呢 是精朗的 到底怎么叫腹脂呢 这里有一段 他说呢 腹脂呢 位于呢 腹的前笔正中线的两旁 所以腹脂是两边的 它具于腹脂脂的窍内 是上面的比较宽 下面比较狭窄的 一个带状的这样一种腹脂 从此过联合和此个折开始 肌腺尾呢 向上走到呢 松果的剑脱 和第五 第七 冷暖国的前面 就停止了 长度的平均呢 成人的话是 它是六厘米 中间的跨度 大概有八个厘米 它是什么作用呢 负责之一收缩 就是人的这锥呢 像前缺 人的弯腰呢 像前缺 同时呢 它一收缩呢 是腹脂紧张 所以病人腹针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在胸这一部分 轻轻的 从上部分 在胃这个位置 慢慢的慢慢的向下移 不要一下子压到肚脂这里 压到这里 它就会马上由中的反射 就很紧张 这个就影响了我们的准确性 所以腹整的时候 轻轻的要温暖的手 放在它的胸前 以及慢慢的向下 到了胃部 一边揉 一边走 慢慢的到后面去 这样使它呢 这个负责之不会痉软 它自己出现腹壁紧张 痉软起来 我们就不准确了 有的不是它真正的一种病相 所以这里呢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这一条文里面呢 还有一些问题呢 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讲 前面这一句呢 我们已经引用了 福西书老师他对这个解决 后面有一句呢 不无行当热者 于调味成气糖 这个呢就是说呢 这个发汗啊 往往会有两种的后果 正常发汗 病育了 这不算 发汗 但是呢 不得法 或者这个病人 有基础病 由于没有能把这个方症 对应的对 或者呢 发汗的药 分量太多 或者太少 可能会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由于大量发汗 经验整个消耗 这个病症啊 就很快的即兴的 进入了三阴症 这里注意 经验消耗 本来是根据传统来讲 是阴虚 阴虚 进入阴症的话 肯定是阴虚内热吧 不是 这个就是说 经验大量的消耗的时候 人体的整个 全身的组织 得不到整个营养 所以呢 手脚冰冷 会出现这个 脉象 出现呢 利息 大脑加了工学不足 人呢 就活活迷迷 这样的样子 所以整个是属于 大量消耗以后 引起的即兴的 入阴症呢 都是阳虚症多 甚至是阳托 这个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它这里呢 出现阴阳病虚的话 是少药干草腹脂糖 阴阳病虚 它是阳虚为主的啊 这是少药干草腹脂糖 另一个呢 原因呢 由于发汗以后 人的表热不解 它这表热已解 但是一部分热血呢 它化为内热 向里边走 传到阳明病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多的 条文里面提到 不含 当热者 这是我们讲的 出现一种反无热 不含 当热者 就是讲是怕热 很热 难过 总整发热 这样种热 这就是阳明病 那阳明病怎么治呢 就两种治法 一种是清热的合法 一种是卸下的下法 也就是说 假如用清热的合法 就要考虑白斧汤症 卸下的下法 就使用陈气汤症 这里就指明 鱼调味陈气汤 这里不是讲 调味陈气汤的 它的临床表现和治疗 而是指一种方法上 是方向上的一种 好像用调味陈气汤 是举例而已 所以这里 因为是权益的讲法 所以不说组织两个字 而是用什么呢 而是用鱼 为什么不是消灯气 为什么不是大气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没关系 这里不是讲具体的辩证 不是讲方针的具体使用 而是讲一个方向性的东西 所以整个条文 大家要理解 我们前面讲到这里为止 它是一个指对方向辩证的 一个辩识的条文 所以那里边讲到 少要干少的话呢 我们做个具体条文来讲 但是总的 它是这样的意思 具体使用哪个方 还要仔细辨别的 这里呢 不专门讲这个条文陈气汤 而是讲呢 太阳并发汗以后 存在呢 太过或者不急 这样的问题 可能出现这样两种情况 一种好像 撒药干燥福祉汤 一种好像热化了 向里边走了 就变成了 阳明的腐蚀症 这样 因为呢 发汗以后呢 患者呢 存在不同体质 和基础病的问题 这个本身就是胃病 它这个本身就是肾病 现在感冒了 你假如发汗 这个情况 和一般正常人的发汗 总是有区别的 所以即使对症的很 有时候也不可能 一天要吃了全好 它这个病邪的程度 这个都不一样 这个现代医学也一样 伤风感冒和流感 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发汗的放药 选择不当 就有这个 那个后移的方症 这样的出现 这些后面出现的 这些都是 我讲到的 是由于呢 种种原因来造成呢 发汗以后 出现了后移的 一个方症 我们怎么处理的问题 好 这一期课呢 我们要争行一次小节 我们首先呢 是讲这个条文 看这本的第二十三条 发汗如下之后 反过行者 虚也 少要干燥腹脂糖组织 当热者食也 以调味成其糖 这个条文希望大家会背来 这是一个方向性的条文 不是讲具体的 一个方怎么治的问题 第二呢 我们讲到 何移书老师 是怎么样对反发汗 和少要干燥腹脂糖的解释 这点解释很经典 所以要记住 第三呢 我们用强者元夫 指出 这个条文的方向性的 辩证的时候 要注意虚实的解笔 当然 他这个解笔 是一种理论性的 也有指导意义 第四呢 我们讲 少要干燥腹脂糖的 一个一案 怎么治 第四呢 我们讲一下呢 不含 当热者 和调味成其糖 应该怎么去理解 这节课呢 我们讲这样几个方面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那些意义不容易